在本日的定期會議中 針對縣內公共工程徵收補償辦法 民眾抱怨縣府莫不關心 縣議員張維華希望縣府相關單位 能夠聽取地方聲音 避免大譜事件再度上演 那我們現在在做所有的拆線的部分 我們不希望有這種大譜案子發生 因為為了錢的部分 很多百姓很打抱不平 今天拜託我說張議員 你一定來為我們爭取好不好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可憐的 一小部分的人 在這裡我們縣政府對我們默默無視 對我們完全不關心 覺得說我們就是小數人口 把它拆了算了 無所謂 因為我們要做更大工程 來造福更多人 埔里正案期間有部分路段是石油土地 現在卻出現民眾在路面上鋪設地磚 影響交通 縣議員林芳瑜希望縣府相關單位能夠緊急了解並改善 二十幾年來 我們的這個地主也從來沒有提出異議 也沒有禁止通行的這些動作 但是最近的話 你從這個畫面裡面看得出來 他把原有的路面鋪上地磚 而且還用紅色的地磚下去砌成的 等於說這邊來往的車輛到了這裡之後 只能變成單向的通行道 單向的通行道在我們縣政府這邊 有什麼權責可以去協助地方 而針對原住民保留地 中央已經修法完成 縣議員廖文賢希望縣府相關單位能夠落實 政策執行 確保原住民獲得應有的權益 我想我們原住民使用的原住民保留地 從以前的登記 設定登記五年以後 才可以賦予土地所有權 現在中央法令改了 是直接原住民使用的土地 直接賦予土地所有權 因為這要關我們原住民取得土地的權益 所以你要切實的去執行 在今天的議程中 針對縣內公共工程補償辦法 以及普里正案期間出現路面鋪塞地磚 還有原住民保留地已經修法完成等等 縣議員張維華、林芳瑜、廖文賢議員 都向縣府各相關單位提出看法以及意見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聽取地方民意 並緊急改善 接著洪一輪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